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今年2月,三星正式发布了新一代旗舰手机 三星Galaxy S23系列 而结合目前的爆料消息来看 三星下一代S系列旗舰三星Galaxy S24系列 有望提前到明年1月发布 随着发布时间的临近 更多细节信息也在大量出现 就在近日,有多家媒体爆料了三星Galaxy S24系列的新消息 话不多说 马上和Tiger一起来盘 不久前,爆料人艾伍利哥晒出来 Galaxy S24出的三款线上专属配色 分别为蓝色、绿色以及橙色 预计和上代产品一样 为线上商场专属 另据博主Y兵宇宙的最新爆料信息显示 Galaxy S24出的这个第二代200MP模式更实用了 加入AI场景识别 出片质量更好 这位博主的另一份爆料还显示 升级后的三星Galaxy S24出将带来更好的夜景能力 新的200MP主摄具有AI识别优化能力 能够识别12种拍摄主体 并对其进行优化 以获得更好的图像质量 同时,相关的爆料还提到 三星Galaxy S24出的拍摄RAW格式照片 默认分辨率从1200万像素升级到2400万像素 存储规格 内置5000毫安时电池 支持45瓦充电 定位烧地的三星Galaxy S24和三星Galaxy S24 PUS两款设备 分别搭载6.2英寸FPS屏幕和6.7英寸可PUS屏幕 内置4000毫安时和4900毫安时电池 根据Alvin的消息来源 据传S24Ultra将采用类似iPhone15 Pro的态测轨 此外,据报道 与以前的Ultra型号相比 S24Ultra的设计更加平坦 这对于发现弯曲显示屏容易误触的用户可能有益 然而,对于喜欢三星弯曲显示屏的人来说 这种变化可能是一个缺点 博主网友们的Colder还提供了有关Galaxy S24Ultra显示屏的见解 有传言称该屏幕将采用过了Galaxy S24 这是一种新型的强化玻璃 这种升级可能提供更好的抗刮擦和抗衰性能 Ultra显示屏也有望提供2600尼特的亮度 内地于之前的泄露消息 但仍然非常亮 如果这些数据属实 Galaxy S24Ultra在显示亮度方面可能超过 iPhone15 Pro和Google Pixel 8 Pro等竞争对手 另据Mr.Lupin透露 Galaxy S24系列可能拥有内存电梯 据传基本款S24型号 将配备8GB RAM和128GB存储空间 按当前标准可能被认为是适度的 另一方面 预计S24 Plus将升级到12GB RAM 并提供256GB或500 12GB存储选项 Mr.Lupin的图片还展示了S24系列的颜色选择 包括黄色、紫色、灰色和黑色 这些颜色在三星官方公布时 可能会有官方名称 另外 除了全新的手机产品外 三星也在近日发布了两款ISOS映像传感器 分别为Tof传感器ISOS VZN6 3D和全局快门传感器ISOS VZN931 据悉 三星ISOS VZN系列于2020年首次推出 包括Tof传感器 全局快门传感器 专门用于为下一代移动 商业和工业应用提供视觉支持 官方介绍显示 三星ISOS VZN6 3D是三星首款 具有集成深度感知 硬件图像信号处理器的iTof传感器 通过检测发射和反射光束之间的向位差 来感知其周围的三维环境 可以在QVGA分辨率下 以高达每秒320帧的速度 进行高速图像处理 能够为服务业和工业机器人 以及需要高分辨率和精确深度检测的XR设备 和面部验证提供支持 ISOS VZN6 3D兼有3.5mAh像素大小 在940nm红外光波长下 提高至38% 支持泛光和聚光照明模式 将可测距离范围从5米提升至10米 ISOS VZN931是一款 专为捕捉动态瞬间而设计的 全局快门图像传感器 即使拍摄快速运动的物体 也不会出现果冻效应 能够捕捉清晰而不失针的 移动中的物体图像 非常适合用于动作追踪的 扩展现实设备 游戏系统 服务及物流机器人和无人机 VZN931采用1比1的VGA分辨率设计 可在更小的外形尺寸中 封装更多的像素 还能在XR等头戴式显示设备中 检测如面部表情和手势的细微动作 支持多路连接 可通过单根电线无缝连接 多达四个摄像头制应用处理器 并尽可能减少不显 目前距离新一代三星S系列旗舰的发布 正在越来越近 更多的产品信息爆料 也将在接下来出现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